膽小鬼出走 哈囉 開始了啦 開始好了 紅人來了 我們今天有可情 哈囉 媽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可情 可情 可是我們馬來西亞的 最人老級的紅人 我們那時候不叫紅人 你們叫什麼? 我們叫網紅美媒 我覺得從當初所謂的網紅美媒出道到現在 其實一路走上來你看到自己的改變是什麼 以前聽到花瓶會覺得很難 現在聽到花瓶好開心喔 因為以前可能小時候你自己對自己的自我認可 跟你自己存在的價值不太明確 明白 所以你會覺得別人講你花瓶是代表你沒有實力嗎 可是就隨著年級慢慢增長 自己經歷的事情多了 足夠的信心知道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你說我是花瓶 我就當作他是一個稱讚 可是其實從網紅裡開始 要轉型成為歌手的那個階段 超痛苦啦 遇到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YouTube的時候其實很多負面的留言 而且都是不是說歌聲不好喔 是直接人聲攻擊的那種 當了歌手之後其實那個定位也不容易 你要當哪一類型 創作歌手啊唱跳歌手啊還是怎麼樣的歌手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也思考蠻多的 而且人一直在變 你可能現在決定的 你兩年後突然發現自己的成長 好像跟你的形象有點不同 對啊出入了就不一樣了 其實在很多朋友啊 他們都在網上找一些機會 我覺得比你出道的那個年代現在是 現在容易的多了 我不喜歡那種網紅是為了點擊率為做而做 明白就是可能智慧出發或者是information的 你會比較 或是有趣的啊生活化的那種 我覺得還是真實啦 因為現在的人還是比較喜歡看比較真實的東西 那當然呢 其實上到我們節目就是 其實一般就是教大家怎樣紅的 那妳就 教大家怎樣紅的健康 健康的紅 對啊 因為現在太多不同的模式了 那對可情自己來說 你覺得現在的網路世界 如果真的要在上面得到關注的話 你覺得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我最喜歡看吃東西的 因為民以食為天嘛 就很像韓國之前不是有一個胖牛 就不太愛吃 對吃炸雞的那個 因為他就是用很 我想吃 突然間想到炸雞 他用很自然的方式 而且他很少在接業配 而且他講到不好的東西 他真的會誠實的講 我喜歡這種 就是好的你要聽講 可是不好的你也一定要彈出來 真的這個很像我們無散king channel 這個food rap 無散king不是只會講不好的咩 不是嗎 好多好多說 真實的說好不好 OK 謝謝可情今天來到紅人來啦